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阅读左传 常可发现诗经与历史关联 左传闽宫二年 正人悟高克 史率师赐于和尚 久而不照 失窥而归 高克奔臣 正人未知父亲人 毛诗旭亲人 赐文公也 高克号立而不顾其君 文公勿而欲怨之不能 使高克降兵而欲敌于境 臣其失旅 翱翔和尚 久而不照 众散而归 高克奔臣 公子素悟高克尽之不以礼 文公退之不以道 为国王师之本 故作是师也 高克 作为一位臣子 以利为先 不顾君主 正文公不想见他 于是派遣他远去边境防御 久不召回 驻守士兵终于渐渐溃散 而高克也投奔臣国 本诗作者 公子素 认为臣子 禁之不以礼 不懂为臣之道 国君退之不以道 以个人喜悟决定国家大事 故作此诗奉剑 本诗三章 从清义君旅闲散于 彭 萧 轴三地开始 进而描写 披甲四马 虽然雄武 只能旁若无事 陶然自得 而球毛 仪毛 武器空有重重华美装饰 也毫无用武之地 涣散的军律 翱翔逍遥于河岸 莫章生动描绘 气势非凡的将军作驾 御者在座 回旋齐鞠 勇士在右 抽刃集赐 以中军做好作节 聚焦位居中央领导 可谓仪表堂堂 价世十足 然而 毕竟不过逍遥和少 如此暗藏弦外之音 耐人寻味 魏言比道破更妙 可谓用心良苦 朱熹诗集传 胡氏曰 人君善一国之民宠 身杀欲夺 唯我所致尔 使高克不成之罪已住 暗而诸之可也 情状未明 处而退之可也 爱惜其才 以礼欲之亦可也 乌可夹以兵权 伪诸境上 作是其离散而莫之叙乎 春秋书曰 正弃其诗 其则之身矣 其余观点 待您赏西 轻易的军旅 闲散在棚 四马披着鸭甲 庞若无事 球毛 仪毛 长柄 惠事重重 在河岸啊 翱翔吧 轻易的军旅 闲散在消 四马披着鸭甲 夺莫雄武 飘悍 球毛 仪毛 调宇 英事重重 在河岸啊 逍遥吧 轻易的军旅 闲散在轴 四马披着鸭甲 夺莫陶然自得 欲者在左 悬控鞠马 勇士在右 抽刃几次 将军居中指挥 架势好足啊 刘迪士在右 体摆 轻易的军旅 复杂 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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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杀